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段智慧的说话 是来自《传道书》的第七章的第八节 里面他就这样说 就说 事情的终局强于事情的起头 全心忍耐 整个居心骄傲 事情的终局就是终点站 事情的起头就是起跑线 人生必须要有终点站和起跑线 终点站就是你人生的终结 又或者每件事情的终结 这一个是你的目标 但是事情的起头同样地都是重要 因为它是起跑线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起跑线 但是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 事情的终局强于事情的起头 也就是说那个终点站是重要过那个起跑线 当然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和祭遇和你的起跑线都是很不同的 有些人可能真是条件好一点 有些人真是条件差一点 但是不要紧要 因为那个起跑线其实不是一个重点 最重点 真是不是能不能够可以跑得快 而是真是能够要跑得远 因为事情的终局真是 是你人生的方向和目标 守一不慎 以为那个事情的终局离我们很远 又或者我们叫做cannot finish well 它的意思就不能够终结得好的话呢 我们就没有办法完成到那场的赛事了 究竟这一节的经文给我们一个什么的秘诀 让我们能够完成到这一场赛事呢 就是来自全心忍耐胜过居心骄傲了 全心忍耐就是一个长的心 如我们根据原文的分析 就是它解做长的意思 但是居心骄傲那个骄傲呢 在原文看来就是解做高了 它就说你的心要长就千万不要高 要长千万不要高 就是告诉我们听 当我们面对我们生命里面 很多的逆境的时候 我们就千万不要骄傲 我们不要心急 我们不要好高无缘 我们的心要长忍耐到底 以至你咬牙筋过了那一段比较艰难的日子的时候 你就能够在起跑线跑紧之后呢 能够可以去到一个事情的终局 每一段生命的历程都没办法去到顺顺利利 当我们面对疫境 我们是需要有长的心 就不要有高的心 去到事情的终局回头一望 你一定是会觉得值得的 就是因为你有忍耐的心 祈求上帝的话成为你的心命的提醒和鼓励 这样的情兴肺 感谢观看 S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